上半天就会有明显的感受 温度开始逐步的往下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天开始 又会出现一个比较剧烈的变化 到时北部的温度呢 很明显会有10度左右的落差 我们首先先来看到这个高压 现在寒流首波是已经南下了 所以先会带成 就是在台湾周边的沿海一带呢 它的风浪都会比较强 而且温度也会开始慢慢的往下降 从白天到晚上温度落差 可能会有10度以上 而且就像溜滑梯一样 所以像是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者是长辈的话都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着梁 也要做好预寒的措施 那么到了礼拜一之后呢 我们会注意到 其实这高压开始南下之后 它会把这个水汽 我们目前在台湾东边的 封面带来的水汽呢给推走 所以到时候全台湾啊 它都会变成一个比较干冷的空气 而这么一来 其实它下雨的几率 就会变得比较小 这对大家来看到的就是 礼拜一的天气状况 其实刚刚说到礼拜一是最冷的 礼拜六是温度变化最大的 那么礼拜一呢 其实照理来说 它应该是高压 移出海面 它应该要回暖 但是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中南部地区 尤其注意它的温度 是来到了7度到9度 低温很低 甚至比昨天 比前一天 还有比北部 都还要来得更低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刚刚提到的 它现在是干冷的天气 所以呢 在这个热带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之下 这会让它的极低温出现 那么最后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这温度的预测示意图了 目前这个是气象局 他们针对这一周的寒流趋势 来做的一个变化 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在礼拜六的时候 刚刚提到 就像溜滑梯一样 直线的往下坠 大概降幅会有10度左右 那么到了礼拜一之后呢 全台的温度 普遍来说都是偏低的 除了花冬之外 全台都是在10度以下 那么到了礼拜一 温度会回升 但是要注意 刚刚提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它的温度还是偏低 可能会来到7度 礼拜二 它是一个短暂的空档 也就是说 这时候的温度会开始回升 但是回升也就只有 仅仅的一天 因为紧接而来着 在礼拜三礼拜四 到时候又会有一波冷空气而来 而且气象局是表示了 它可能强度也不弱 可能会来到冷气团等级 到时候北台湾的温度 又会再度的降回 13度或者是14度 那么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 其实气象局在凌晨 也有发布了低温特报 针对了18个县市 分别就是橘色的灯号 也就是平的低温 会低于6度以下的 有哪些呢 也就是新北市 基隆市 台北桃源 新竹县 宜兰县 还有新竹县 苗栗县等地 那么在黄色区域的部分 也就是平地的低温 会是在10度以下的 也包含像是中南部地区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们 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温度极大的落差 所以要注意保暖了 最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降雨的部分了 因为大家真的好希望 可以看到雪 那么雪的成因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温度要够低 第二个就是你的降雨 你的水气必须要多 那么来看到在礼拜六一整天 其实上半天来讲的话 水气是蛮多的 除了在台中以北之外 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下雨 但是到了礼拜日 这强冷空气南下之后 所以到时候只会剩下 区域范围是比较缩小 分别在花冬地区 以及在东北部 下雨几率比较高 但是如果要下雪的话 我们也就会提醒您 就是在礼拜六的晚上 到礼拜日的清晨 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是可以看到雪的几率 也会来得比较大 但是到了礼拜日之后 我们会看到它是彻彻底底的 转成了一个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所以降雨几率范围又再度的缩小 所以民众要看雪的话 最好就还是要到礼拜六的晚上 是最好的 最后也要提醒您 就是现在温度急剧的变化当中 要注意保暖 如果要上山赏雪的观众朋友们 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关系 那么听说这一次的寒流 是负北极震荡所引起的 那么什么是负北极震荡呢 这个跟蒙古冷高压又有什么关系 要请教宣同 好这个12月呢 其实温度都还算是蛮低的 那么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气象专家表示呢 现在是受到了负北极震荡的关系 所以在12月可能到1月 都还是会冷气的情况 那么什么是负北极震荡呢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的就是 其实把地球分为寒带 温带以及热带地区 在寒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北极北极圈的这个地方 它在冬天的时候呢 会非常寒冷 会吹起冷冽的冷的寒风 而这个寒风呢 在冬天的时候 它会趁虚而南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 如果它侵袭到温带地区的话 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寒冷一点点 但是不要紧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红色的线呢 它其实是围绕着这北极寒风的 而它也就是俗称的极圈喷流 那么注意到这个喷流呢 它其实也就是非常强的一个气流 所以呢 对于而言 它可能会把它给绑住 所以如果今天它的北极寒风 是比较冷冽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把它牢牢地锁在里面 那么在北极就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冷 但是有的时候会锁不住啊 它毕竟不是一个万能的神器 所以在负北极震荡的情况之下呢 也就会出现像这样子 歪七扭八 凹凹凹的情况 而这么一来 它们的北极寒风 就会更趁虚南下到温带地区 那么我们在台湾属于负热带 还有热带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会被清洗到呢 其实还是要注意有可能的 因为像之前在2016年的霸王极寒风 当时的冷的风气南下的时候 也是有轻微的扫道 关意 好 那么这次的寒流来袭呢 其实有些地方有可能会下雪 那么有些地方呢 则是有可能会下冰线 雪跟冰线有什么不同呢 要再继续请教选筒 好 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 其实如果要下雪的话 无非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这水汽要够 第二就是温度要够低 那么我们常说的就是 赏雪赏雪 我们看到的雪到底是雪 还是它下的其实是陷 以及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什么是雾松 以及什么是霜 先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雪和线 我们可以透过它形状的不同来发现在雪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有很多个形状的 有六角形形状或者是树枝状 而它的结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扎实 但也因为它有很多个形状 所以它在飘落下来的时候 它的阻力会比较大 也就是飘落的会比较慢 而刚刚提到的它的结构也比较扎实 所以它落下来之后也不容易化掉 也就会形成所谓的积雪状况 那么线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就形状上面来看 它其实就属于一个圆锥状 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所以它其实结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松散的 而它的大小大概是两到五毫米左右 它会直接的掉落到地面 也比较容易碎裂 也就不容易我们会看到在地面积雪的情形 再来要带大家关注到的就是霜还有雾松 在霜的部分我们注意到的是 它其实就是等到我们的水汽 碰到一个比较冷的表面之后 会发现它可能会凝结而成 凝滑而成 这就是所谓的霜 而所谓的雾松指的又是什么呢 它其实没有指任何一个时间点 而是当这个过冷的水汽 只要碰到了物体之后 它就会出现凝结而成成为故状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像是在树枝上面 它的这个凝结的物搜会越来越长 等到一定的长度之后 就会掉落冠疫 那么这就会看见这就是